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养天大笑出门去 我被启示彭薅人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漫游中度过 行踪遍及中国大部分地区 而在这席中 大海是他不变的追求 黄河落天走东海 万里血入胸怀间 字里行间张扬着他浪漫主义的海洋豪气 他一生崇拜大海 追寻大海 向往大海 后来更是以海上吊敖客而自居 那么 李白一生究竟为何如此喜爱大海 大海到底有着怎样让他魂牵梦绕的魅力 通过与海洋的接触 对他的人生又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呢 在全世界的海洋底部 都存在着海山 海岭 还有海底低洼地 这样一些地形物 这些地形物呢 被冲作是国际海底地理石体 对于这些海底的地理石体啊 需要给它起一个名字 以便于勘测 管理 还有开发 到目前为止呢 世界各国都命名了一些海底的地理石体 其中以中国名字命名的 已经超过了一百多个了 那么这些名字呢 有一些是出自《诗经》里边的词汇 比如说《陆明平顶海山》 《采威海山群》等等 但是还有一些名字呢 是以中国古代名人的名字来命名的 比如说《徐福海山群》 《法显平顶海山》 《正河海岭》等等 那么我就注意到啊 这些古代的名人 绝大多数与海洋是有关系的 比如徐福 他从今东渡日本 而法显呢 从今远舍重洋 而正河他有七次下西洋 可是还有一些名人 他们是在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似乎与海洋没有多大的关系 比如说苏氏海秋 太白海渊 太白海极 那么这些名词啊 都是以苏氏 还有李白的名字来命名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 苏氏和李白 在文学上有巨大的成就 那么他们与海洋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这些名人啊 与海洋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比如苏氏 苏氏对海洋有深刻的认识 他在管海 用海 防海等方面 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有人会问 李白呢 李白他生在内地 长在内地 他与海洋有什么关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就来谈谈李白与海洋的关系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李白的涉海经历 关于李白的涉海经历啊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 没有完整明确的记录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啊 史料上的零星记载 还有李白个人的诗文 以及现在学士界对他的研究 根据这些线索 可以把李白涉海的经历 大致上梳理一下 通过梳理呢 我感觉啊 李白可能有三次 到过我国的东部沿海 他到了东部沿海以后啊 有可能是面对着大海 也有可能在一定的距离上 眺望过大海 这三次涉海的经历啊 大致上是这样 第一次呢 是在开元十三年到十五年 也就是公元七二五年到七二七年 大约在开元十二年的时候 李白呢 第一次走出了他的家乡四川 然后出三峡 顺着长江往东走 游历了很多的地方 那么大约在开元十三年到十五年期间 他来到了浙东地区的越中和快捷 这一代曾经东上过秦旺山 游历过海门 就这样 李白实现了他东涉明海的一个愿望 在这期间呢 他写下了著名的大鹏赋 这是第一次涉海 第二次涉海呢 是在天保六载 也就是公元七四七年 在天保元年的时候 李白受到了玉真公主的举荐 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 唐玄宗就把他招到了京都长安 后来进了汉林院 可是到了天保三载的春天 李白呢 自己主动提出请辞 要回到自己的家乡 唐玄宗呢 就同意了 并且赐给他很多的财富 到了天保六载 李白再次来到了浙东沿海 这一次呢 他是从山东半岛南下 来到了浙东南 曾经登上了天台山 天木山 四明山等等 在这里他也眺望了大海 这是第二次涉海 第三次涉海 是在天保十三载 也就是公元七五四年 这次呢 他先到了江苏的扬州 在扬州呢 他听到了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 说是朝衡掉到海里淹死了 李白非常的悲痛 那么朝衡是谁呢 朝衡啊 他是日本潜唐的一位留学生 他的中国名字叫朝衡 他的日本名字叫阿贝种马吕 他来到中国以后啊 特别痴迷中国的文化 所以就和李白 王维 这些著名的诗人 成为了好朋友 他曾经送给李白一件日本的衣服 李白啊 记忆深刻 可是后来 朝衡在回日本的时候啊 他所乘坐的船 遇到了风暴 后来就辗转了 到了安南 从安南又回到了长南 可是在民间呢 有传说 说朝衡的船在遇到风暴的时候啊 在海里轻浮了 朝衡掉到海里淹死了 当李白到达扬州的时候 刚好这个信息就传来了 李白得知以后啊 心里非常的伤心和悲痛 于是就写了一首诗 叫《哭朝清衡》 在诗中啊 他这样写道 日本朝清 此地都 争翻一片 饶蓬湖 明月不归陈碧海 白云愁色满仓墓 在诗中 李白表达了他对于 朝衡 朝衡 逆死的啊 这样一个传闻的一种 悲痛的心情 同时也对大海产生了一种敬畏 表达了一个敬畏的知情 当然扬州啊 不是这次李白来到东部的一个目的 他的目的地呢 是在四年 也就是现在啊 浙江绍兴一带 这就是说 李白三次涉害 都有可能到达过 现在浙江的绍兴一带 在古代的典籍中 关于李白的涉害问题啊 刚才我说了 记录得非常模糊 但是 李白在他的诗文中 对于大海的景色 对于他自己对海的感受 记录得却非常的清晰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 不复回 长风破浪 会有时 直挂云帆 寄沧海 李白似乎天生 对大海情有独钟 简短的诗句 蕴含了他对海洋的 无限情怀 而在李白一生 踏遍大半个中国的 漫游足迹中 也不乏朝向大海的旅程 那么 大海对李白来说 到底有着怎样的吸引力 他为何如此 向往大海呢 大家都知道 李白在一生中 写了大量的诗 还写了一些副 在这些诗副中 涉及到海洋的 就有接近一百首 在这些诗当中 步伐 像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寄沧海 这样的著名诗句 那么通过分析 这些涉海的诗句 我认为 李白向往大海 崇尚大海 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 这第一个原因 就是海洋 寄托着李白的四方之志 李白啊 在他二十岁左右之前 他没有离开过 他的家乡四川 但是呢 随着他年龄的增长 随着他的阅历 不断丰富 他就感到 光窝在一个小地方 是不行的 大丈夫 应该有四方之志 如何有四方之志呢 李白 在他的一篇文章中 表露得非常的清晰 我们看看 这篇文章 有这样一段话 李白写道 李白写道 一位士生 则三护彭尸 涉护四方 故知大丈夫 必有四方之志 乃杖剑去国 慈亲远游 南穷苍武 东涉明海 我们说这里 李白就说了 他说作为一个读书人 应该是 桑护彭尸 涉护四方 这个桑护彭尸 涉护四方 他的原意 就是我拿着 用桑武做成的功 用彭草做成的剑 要涉向天地四方 实际上就表露了 他的一个四方之志 一个大丈夫的志向 那么李白的志向是什么呢 这就是 仗剑去国 慈亲远游 南穷苍武 东涉明海 也就是说 我要吃着剑 离开自己的故土 辞别自己的亲人 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游 往南要到达苍武 往东要到达大海 这就是李白的四方之志 所以我们由此可见 东涉明海 是李白四方之志的一个重要内容 那么明海 为什么寄托着李白的四方之志呢 通过李白的诗文 我们可以看到 它实际上 与古代传说中的两种 产生于大海中的动物有关系 在李白的诗文中 经常提到 两种来自于大海的动物 这两种动物 一种是大鹏鸟 一种是鸥 李白就认为 在这两种动物身上 就寄托了他的四方之志 我们说 明海寄托了李白的四方之志 不如说 这两种动物寄托了李白的四方之志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看看第一种动物 大鹏鸟 大鹏鸟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鸟 也是最大的一种鸟了 它可以水迹三千里 扶摇直上九万里 展翅高飞飞得非常高 在李白看来 大鹏鸟是天底之下 具有伟大志向的一种动物 它非常崇尚 所以在李白的诗文中 多次提到大鹏鸟 那么在第一次到达海边的时候 李白就写了大鹏鸟 专门来送扬大鹏鸟 那么大鹏鸟 它与海洋有什么关系呢 李白在大鹏腹中啊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他说在大海里有一种鱼 巨鱼很大 叫鲲 大鹏鸟 就是要鲲 这种鱼 变化而来的 其实这种说法 不是李白的独创 它最早出自庄子的逍遥游 逍遥游中说 在北明中 有一种鱼叫鲲 非常巨大 它的身长有几千里 后来这种鲲呢 就化成了大鹏鸟 这种大鹏鸟 它也是很长 几千里长 所以后来 人们把大鹏鸟又称作鲲鵬 所以李白在他的诗作中 经常会提到 这个大鹏鸟 由鲲变鸟的这个壮观的景象 所以我们说 李白出于对大鹏鸟的崇拜 自然而然地对海洋 就产生了向往和崇尚之心 这是第一种动物 第二种动物呢 就是鱼 鱼指的是海中的一种大龟 或者叫大鳖 非常巨大 在古代的神话传说中 它是一种神兽 它生长在海里 但是在李白的眼里 这个鱼啊 和大鹏鸟不一样 对于大鹏鸟 李白是无限的崇拜 而对于鱼呢 李白表露出来的 却是征服之心 它要征服鱼 所以我们看 李白的四方之志 在崇拜大鹏鸟的时候 它能体现出来 同样 在征服鱼的过程中 也能够体现出来 我们看看李白 在诗中是怎么说的 巨鸟墨在三山区 武裕蓬莱顶上行 这首诗所设计的 这个鱼与三山与蓬莱 它实际上是出于一个典故 这个典故说的是 在遥远的古代 在波海的东部 非常遥远的地方 海底下 有一个深不见底的 深谷 在这个深谷上面的海面上 有五座深山 这五座深山 包括黛玉 圆桥 芳胡 盈州和彭莱 山上住着神仙 可是呢 这五座深山啊 漂浮在水面上 没有根 随波逐流 随着海水 不断地起伏 这样时间长了以后呢 这些山上的神仙啊 就厌烦了 感到很不舒服 很不满意 于是 就到了上天御地地方 去讨说法 御地一听啊 哦 原来这个神山是 不断地在起伏的 他害怕失去这些神山 失去这些 居住神仙的地方 所以 御地就下令 派了一个海神 叫做御强 说御强 你去处理这个问题 这位海神御强呢 就派出了十五只巨鸥 这十五只巨鸥啊 后来就分成了三组 一组五只 然后把五座神山拖起来 一组拖山 另外两组呢 休息 然后轮换 多长时间轮换一次呢 六万年轮换一次 这样一来 这五座神山 就稳定下来了 可是好景不长 在大海上有一个国家 叫龙博国 在这个龙博国里啊 有一个巨人 这个巨人太高大了 像大鹏鸟这样的神鸟 与这个巨人相比啊 就像一个小蚊子 小跳蚤 小狮子这样 那么这个巨人呢 喜欢垂钓 于是就到海上去钓鸥 结果坏了 这一钓 一次就钓上来 六只巨鸥 这六只巨鸥 拖着两座神山 龙博国呢 把六只巨鸥啊 把壳取下来 用于占卜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啊 玉帝非常恼火 就下令 把这个龙博国的人啊 都变成小人 变小了 所以说 我们看看李白这个诗啊 它就运用了这个典故 eled 巨鸥焯末载三山去 吴玉蓬来顶上行 就是这个巨鸥啊 还载着三座神山 李白的意思是说啊 你不要再载着这三座神山 离去了 宇宇蓬来顶上行 我在蓬来山上行走啊 表现的是李白征服巨傲的一种心情 因为巨傲驮着神山 李白又在神山上行走 不是对巨傲的一种征服吗 通过对巨傲的征服 体现了李白的四方之志 后来呢 李白干脆给自己起了个名字 叫海上吊傲客 所以我们看 通过对大鹏鸟的崇拜 通过对巨傲的征服 都体现了李白的志向 由此 李白通过这两种动物 对大海产生了深深的向往 那么哪里是校方大鹏鸟 征服巨傲的场所呢 李白选择了东部沿海的浙东地区 因为浙东地区啊 在古代就被称为 濒临东明 也就是濒临东海啊 在历史上很多的文人 莫克都到这里来 留下了很多有名的诗篇 李白认为 这地方正是大鹏鸟的故乡 在这里也可以实现 征服敖的这个愿望 所以他多次到这来 其中呢 在某一次到达浙东地区的时候 他登上了天台山 登上天台山以后呢 他写了一首诗 叫做天台小望 在这首诗中 他这样写道 平高远登来 直下见明波 云垂大蓬帆 波动巨摇墨 我们看这四句诗 其中这里所谈到的明波 不是指渤海 因为站在天台山上 你是看不见渤海的 这里指的就是东海 因为在秦汉以后 一直到元代之前 人们把现在我们所称的 渤海 黄海 东海 这一片海域 通称为东海 所以明波这里指的 就是东海 这种诗的大意是说 当登上天台山的时候 登高远望 眺望大海 在海上低纯的云彩 就像翻滚飞翔的大蓬鸟一样 激起了巨大的海浪 那巨摇呢 在这个波涛之中 就沉没在海中 所以我们看 在这一首诗中 他把两种动物都写进来 充分体现了 李白崇尚大蓬鸟 中复巨摇的壮志豪情 这是李白向往大海的 第一个原因 大海宽广无际 神秘莫测 漫无边际的海水 勾起了人们无限的遐想 尤其是古人 对海洋的认识有限 在他们的思想中 大海之中 另有一番神秘仙境 因此自古以来 大海就被赋予了 丰富的神话内涵 出于这种想法 海洋逐渐成为 人们求仙的途径 无论是八仙过海的神话传说 还是秦始皇 汉武帝派人入海求仙的故事 都说明了古人对于海上神仙世界的向往 那么李白一生向往大海 是否也和这种求仙的思想有关 在李白眼中 大海是一个怎样的仙境呢 我们再看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海洋是神圣的神仙之地 李白非常崇拜他家乡传说中的一个神仙 这个神仙叫葛游 说这个葛游啊 他是枪族人 他在成仙之前 他是一个放羊的 喜欢用那个木头刻羊 然后在周成王的时候 拿出去卖 后来呢这个葛游骑着一头羊 就来到了西蜀 那么蜀中的这些王侯贵人呢 都追随他 眼看着这个葛游骑着羊 就奔向了峨眉山西南的隋山 这个隋山啊高不见顶 他上了这个隋山了 这些王侯贵人呢 也跟随他上了隋山了 后来葛游上山以后就成仙了 而这些王侯贵人呢 也没有再回来 据说也成仙了 这是流传于李白家乡的一个成仙的故事 那么我们说这个成仙的故事 发生在巴蜀地区 那他与海洋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啊 在学术界有一种观点 说啊 这个神仙思想啊 他最早源于 多海边上的烟旗之地 也就是说 这个神仙思想产生于海边 因为在海边经常出现海市蜃楼 人们产生幻觉 就以为海上有神山 于是就产生了成仙的思想 这种思想产生之后 就从海边 就传播到了内地 所以巴蜀地区的这种神仙思想啊 与沿海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李白 为什么崇尚当地的神仙 为什么与海洋又有关系 我们就可以解释这一点 那么在李白的心目中 大海 究竟是怎样一个仙境呢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啊 李白就认为 这个大海从一开始 就是非常神圣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看李白的两句诗 李白在诗中写道 西海灾若木 东明直腐桑 这里的若木和腐桑啊 是古代神话 传说中的两种神木 也是两种神术啊 那么这两种神术 具体怎么回事 清代的学者王福之 在处词通诗中啊 对福桑和若木 进行了明确的解释 他说 福桑神术啊 是产生太阳的地方 而若木呢 却是太阳落下的地方 那么这样两相比较 福桑更加神圣 因为它是产生太阳的地方 那么福桑是如何产生太阳的呢 关于这一点啊 在古代的简记中 有很多的记载 但是这些记载 都是文字上的 人们对于具体的这个场景 只能根据文字进行想象 可是呢 到了1929年的时候 有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 是人们看到了福桑树 产生太阳的这个景象 这个考古发现 就是著名的三星堆遗址 在三星堆遗址中 就出土了青铜神术 其中有一棵青铜神术 它的高度接近四米 这棵神术 它分为三层枝叶 每一层枝叶上呢 又有三根树枝 每一个树枝上 都占着一只鸟 出土以后啊 人们对于这个神术上的鸟 到底什么含义 开始搞不清楚 后来查阅点击 人们逐渐明白了 在《山海经》中啊 就有这样的记载 说当太阳 从福桑树上产生的时候 它是由鸟驮着出来的 鸟身上驮着太阳 这种鸟呢 还有个名字叫乌 所以青铜神术上的鸟 代表的就是太阳 那么人们又问了 三层枝叶 三根树枝 一共是九只鸟 那么为什么是九只鸟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后一摄日的时候 天上只有十颗太阳 那么在这里 为什么只有九颗太阳呢 实际上古书上也有记载 说啊 其中有一颗太阳 它是在天宫中支搬的 这些太阳是轮值 那么剩下的九颗太阳呢 就是挂在树上 由此可见啊 三星堆出土的这棵青铜神术 就是一棵扶桑神术 所以在巴蜀人的眼睛里 扶桑就是一棵神术 产生太阳的神术 而李白却说 东明治扶桑 这个扶桑长在哪里呢 是长在东海里面的 所以崇尚扶桑树 就是崇尚大海 大海如此的神圣 这是李白认识的第一个方面 在李白的心目当中 大海除了神圣以外 还是一个神仙聚集的地方 李白曾经在他的诗文中说 在这个闭波之中 就有神仙的存在 那么在李白的心目中 神仙的海上世界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们看他在诗文中也有反应 他说 仙人七彩凤 昨下狼风沉 海水三清浅 桃源一见寻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些仙人呢 从这彩凤 从狼风山上下凡了 这个时候的大海啊 反复的变清变浅 与那种深黑色的 非常深邃的大洋相比 是另一番景象 这番景象如同室外桃源一般 所以这样的海洋 不值得人们向往和追求吗 所以这正是李白 崇尚大海 向往大海的根本原因 当然除了这个以上两个原因之外 大海的壮阔 大海的秀美 大海气候的事宜 都是李白向往大海的一些原因 李白从青年时期 就有了积极入室的思想 并未实现他既苍生 安设计的伟大抱负 而孜孜不倦 切而不舍地进行追求 但是 尽管他有豪侠仗义的性格 飘逸洒脱的风度 和斗酒诗百片的才华 酷爱自有 傲暗不羁的个性 却使得他 难以立足于庙堂之上 也许 政治理想屡遭挫折 工程之日遥遥无期之时 只有大海的宽广苍茫 才能容得下他这只 与震翅高飞的大鹏鸟 带给他些许安慰 也许只有酒才解他的豪气 诗才懂他的性灵 而也只有海才知他的情思 那么经历了幻海沉浮的李白 还能如年少时 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那般的豪情万丈吗 对海洋的向往 以及与海洋的接触 最终给李白思想上 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请继续收看 李白一生爱大海 我认为这个影响啊 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就是丰富了李白的精神世界 以上我们都讲到了 李白有可能三次 到过东部沿海 可是呢 他每次到东部沿海啊 都是对大海的观望 并没有乘船出过海 更没有远航的经历 关于这一点 在他的诗文中 还有典籍中 从来没有记载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说大海对李白的影响 主要是精神方面的 也就是说 大大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 大海呢 是李白的胸怀更加宽阔 他的眼界更加开阔 这里有一个例子 可以说明这一点 刚才我们讲到 李白给自己起了个名字 叫海上吊熬客 当时啊 宰相就问他 说先生临沧海 吊巨熬 以什么为县 以什么为钩呢 就是你吊熬 得有县 得有钩啊 李白这样回答 他说 以红泥为县 明月为钩 就是以彩虹 作为我的县 以弯弯的月亮 作为钩 然后宰相又问他 那么以什么为耳呢 吊巨熬 还要有耳啊 李白回答说 以天下无义气丈夫为耳 这里所说的无义气丈夫啊 就是那些不讲信义的这些匹夫 所以我们看看 在李白的心目中 他装了一个多么宏大的一个场面 他要以彩虹为线 以弯弯的月亮为钩 以那些不讲信义的匹夫为耳 来调巨傲 在李白的心目中 它是一个核动壮阔的海天世界 这是第一个影响 那么第二个影响呢 就是助力李白感悟人生 大海的壮阔 深水神秘 在古代的仙人们那里 都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海 那么李白在接触海洋 在吸收我们中华古代文化的 这个过程中啊 他学会了很多的哲理 人生的哲理 他的一生也是有起有落的 有辉煌的时候 他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 进入朝廷做官 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这是他人生顺利的时候 但是他也有人生低谷的时候啊 失去了唐玄宗的这个重信 离开朝廷 政治抱负没有实现 正当他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 他来到了海边 面对大海 壮阔的大海 使他感受到 人世啊 实际上是非常庸俗和渺小 这样就使他从这个政治系中 困境中走了出来 所以有助于他感悟人生 总而言之 李白与海洋的接触是非常深刻的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 还会发生哪些传奇故事呢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